今天上午花莲市长魏佳贤是前往到陆军第二地区后勤指挥部 来视察花莲施工所办理的地上物代拆代建工程 以及由营建署来主办的新兴路景观改善 以及这个新辟的路工程 那么市长魏佳贤也表示 现阶段还会造成许多用路人的不方便 那么请花莲的乡亲多担待及包容 一同来共度施工期间的交通黑暗期 位在于陆军第二地区后勤指挥部当中 由花莲市工所执行的军方第三物代拆代建工程 经过两年时间耗资5600多万元 终于在今年二月份已经完工 24号上午花莲市长魏佳贤也特地前往现场 视察整体的事工情形 那在这个营区的部分 我们首先要感谢我们二指部的指挥官 前后任指挥官的大地的协助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代拆代建的营建工程上面 能够非常顺利 那当然在里面我们也是用最省的成本 来做这样子的官兵厅设的一个重新的建造的部分 那总计花了5600多万 那包含所有的建造费用跟设计的费用 那我们希望说在军民一家亲的情况之下 那军方愿意配合花莲市工所 来做执行各项的公共工程 那我们也一样把这样子的一个厅设拆掉之后 那也把它重建给他们 另外花莲市新新路是美轮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 在去年4月份开始实施道路拓宽工程 市长为嘉仙表示 现阶段仍然会造成用路人的不方便 请花莲乡亲多加担待及包容 共同度过施工期间的交通黑暗期 在于支线迁移的部分 首先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二支部 那配合我们官兵厅社的迁移 那让支线的工程能够来做执行 那预计在今年的年中 我们希望进度能够赶上在年中的时候 能够做完成 那当然也是要配合到我们中心路整体的一个管线 管线的一个改善跟道路的一个施作 那未来整条中心路会变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顺畅 那也一扫过去民众对于马路不平的一个状况 那这段时间要请大家多多担待 市长为嘉仙表示 新心路拓宽支线工程 预计在今年7月份就会完工 未来将会连接现有的中心路 他相信会是一条便捷安全的公用道路 至于原定在年底会完工的新心路拓宽工程 施工所指出 因为一度变更设计影响施工进度 因此未来不排除在上至桥通车后 载部分封路的方式提升施工效率 记者 徐立芹 华联士报导